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禅定一般是坐在拜凳上 拜垫上 现在大家坐凳子就不好打坐了 我告诉大家打坐的方法简单说一下 以后咱们做个专题再讲禅修 今天简单地跟大家讲怎么禅禅打坐 打坐的时候讲七支做法 就是七个方面 在两边坐着的有拜凳你们可以坐 首先腿要单盘或者双盘 这个儒家的做法就是端身正坐 你们坐凳子的就端身正坐 身体要坐直 两肩两腿一肩平宽 手放在膝盖上 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们坐两边的 有拜凳的 单盘和双盘 手要解弥陀佛业和定印 女的把右手放上 左手放下面拇指相对 男的呢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拇指相对 这叫定印 女的解的是弥陀佛的手印 弥陀印 这是腿和手 那么脊柱要直 脊背要直 第三项 第四项 两肩自然下腿 端平 不要使劲地端着肩膀 也不要往前往后 双眼微闭下颗内收 眼睛注视着鼻子尖 吸气念窝咪 呼气念佗佛 一呼一息 窝咪佗佛四个字 就这样做 如果调身 调息 调心 来对质自己的烦恼 修定 打坐呀 修禅定啊 最常见的两个毛病 一个是散乱 一个是昏沉 遇到散乱的时候 就是那些个 这个思想啊 很多的事情 往事都回忆起来 这叫散乱 也叫调底 不想连天 遇到这种情况 你不要管它 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 飘来又飘去 随它去就是了 遇到昏沉的时候 按照须老和尚教的办法 就是瞪大了眼睛 往上看 然后眼睛左转三圈 眼珠子转 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之后再实际往上看 这样做 几次 它就不昏沉了 不喝碎了 佛教 它不是空洞的说教 佛教是可以修正的 佛教可修可证 能修能证 每个人 以照佛法修行 都能够开发出大智慧 正物菩提 都可以修成的 包括佛菩萨 都是真人修成的 它不是一种 淹出来的一种偶像 不是的 它们都是历史上真有欺人 每个人 入法而修 都能够修成 都能成就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靠文化 没有文化的企业 生命力不会长久 中国的传统文化 大体分为 五辱世道三家 这是传统文化 辱家重在世间法 讲究修身其家 知果平天下 道家呢 重在修身 无为而至 无为而无不为 何家重在修心 南华健老先生啊 把佛家 以作百货店 要什么有什么 最全了 主家是粮食店 精神食粮 道家呢 是药店 是病 社会动乱的时候 道家就出现了 治理社会的病态 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是不依赖刚性的制度 而是从上而下的精神力量 道德的力量 一种企业信仰的力量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佛法是最高级的管理学 它要比西方的那种制度化 刚性的制度化管理 不知道高多少倍 就是佛法 这种管理 就是千年老殿嘛 你西方的管理 从尽量打造了百年老殿 就不错了 你像洛克菲勒公司 石油公司 可能有一二百年了 算百年老殿了 但是西方还没有千年老殿 只有佛教有千年老殿 所以说 佛法的管理是最高级的管理学 伟大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 如果说哪一门宗教跟科学最接近的话 那就是佛教 佛教里边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佛教不单是中国 佛教产生于印度 发扬光大于中国 现在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它的智慧太伟大了 应该把佛教的智慧应用到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中去 因为它是一种文化 文化它是没有果界的 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都可以继承 都可以发扬 为什么佛教的智慧不可以用呢 都可以用呢 佛教没有专利 知道吗 不怕侵权 佛教没有侵权这一说 你用就是了 还怕你用不好 那么佛教 它也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吉祥祿意 都能兴旺发展 仁达这样讲 并不违背因果律 因为通过佛法的修斥 能够辅慧增长 自然会赶得世间和初世间的吉祥入义的果报 还有一点呢 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辅得因缘 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辅慧 有的人贫贱 有的人做官 有的人衣衫褴褴 什么原因呢 贫穷 因为钱是修来的 三是因果嘛 但是 通过我们每个人的修斥 也能改变命运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佛教 它不是单纯的宿命论者 承认有宿命 但是可以改变命运 通过我们的努力 贫穷的可以变富有 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在释迦摩尼佛那个时代 有一个贫女 很贫穷的女人 长得又丑陋 一个姑娘 她呢 心地很善良 她把自己讨来的饭呢 奉献给佛了 供养给佛了 结果第二天早晨 她到河边洗脸 一洗脸呢 自己那张脸皮 很丑陋的脸皮脱掉了 变得非常的俊俏 最后当了王后 改变命运 因为她供养了佛 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 说以前呢 有一个姑娘 十八九岁 要饭 也没有家 就住在破庙里头 有一天 她讨了两文钱 供养给寺院了 寺院的帮帐啊 亲自给她敲大庆啊 大庆啊 小法的 帮帐的敲 惊天动地啊 大庆一敲 惊天动地的 后来这个姑娘 做了王后了 知道吧 因为她供养寺院 供养三宝两文钱 做了王后 为什么 那两文钱 是她的全部家产 是她的全部财产 她把自己全部财产 供养了三宝 还得了做王后的福报 做了王后以后 她还想起她 当年倒霉的时候 好饭的时候 曾经在一个寺院里住 破旧的寺院 拉了十车金银财宝 不提紧断 给寺院 这时候那个方丈啊 连出都没出来 她就向方丈兴施问罪啊 她说我当年贫穷的时候 给你供养了两文钱 你亲自给我敲大庆啊 怎么现在我拉十车金银财宝来 你连礼都不礼 连出来都不出来啊 方丈讲 以前你的两文钱 是你的全部家产 现在你当了皇后了 你富有天下 十车金银财宝 对你来说不是九牛一毛吗 我让小和尚给你敲敲大庆就可以了 我就不需要出来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呢 要明白这些道理 尽量地修补师 改建命令 使你的企业能够兴旺发达 在中国佛教里 禅宗强调智慧的解脱 其洒脱自在 剥热智慧 体现了佛教的精髓 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 不但要做乳商 还要做禅商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做禅商啊 目前中国社会各界 对佛教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 对佛教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 人大接触到好多企业家呀 喜欢跟一些高僧 他们大德们 品品茶论论道 研研究佛法 这是好事 通过接触佛教 对佛教有一定的认识 风景三宝 也能种下成佛的金刚种子 但是你真要想使自己的企业 能够打造百年老殿千年老殿 就要学习佛法 学习禅定 要参禅大作 休息 才能深入进去 才能知道佛教的精髓 做一名名副其实的禅商 这样才能够在复杂纷云的上海中 幽润有余 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 做出更大的贡献 到最后啊 给大家 奉献给大家一首 梁武帝的国诗 傅大诗 一首禅诗 空手把铺头 步行起水牛 水从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物颜白 莫道黄 白遗恨 黄忧伤 贪嗔痴慢 痴媚亡凉 为老师耕耘 能开机立业 其巧言令色而治国安邦 佛世尊 禅弘法 法我执皆放下 从文思修 般若弘法 寻真修实正乃坦途大道 弃教理行果 则败众交雅 祝败众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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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